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安音 给你看个好东西 怎么样 喜欢吗 挺好看的 我还以为你会很喜欢 服务员 是不是因为古静要求取华叔了 所以你开心不起来 你不是早说过 要放下吗 我挺好的呀 真的很好 我今天特别神清气爽 定能寻遍十座先生 走了 喊你都喊不住 就知道门头乱飞 都闯到人家静止结界里去了 知不知道有多危险 我没注意 谢谢你 阿久 笑不出来 就别逞强了 我这儿说 你先进去 你才变成了 你坐在你身上 我给你身上 你坐在你身上 你不想把你身上 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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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爽 叶爽 喂 别躺着了 能这样吗 你 你别过来 你是不是对我用那个了 你 你不要看着我 我告诉你啊 我不会再中你招了 我的魅术不是随随便便 对谁都用的 对你 我没兴趣 叶爽 你没事吧 我看那一群人 是孔雀族的 不过我听说 英族跟孔雀族 都已经停战了 为何现在 华眼之前 落到过我的手里面 丢了面子 想把面子正回来呗 说到底 要不是古镜 把遮天散给了华叔 战局就不会 倒向孔雀族那边 我父王也不会 败于华叔手下 身受重伤 话也不能这么说的 要不是因为 你们英族过于贪婪 想要孔雀族的 半边动天伏地 还把人家孔雀王 打成终伤 那爱卿也不会 伸出苍蝇之心 非要把遮天散 送给华叔的 胡说 那黄沫妇女 真是能够颠倒黑白 黄沫内伤 分明就是一百多年前 在论仙之战的时候 她输给了我父王 丢了颜面 不知怎的急于修炼 伤了自己的内丹 先例修炼上再难有寸进 根本就不是 被我们所伤的 分明是华叔 在阵前 把我父王打成重伤 我这才去取碧血灵芝 想要给我父王医伤的 可可仙界都说了 是你们挑衅孔雀族 逼他们开战的 何来挑衅一说啊 阿燕 我只不过是让白鸟岛 打开他们 无极洞的屏障 好让我去找寻 我失踪族人的下落 他们一直不肯 还污蔑我们 说我们寄予他们 什么白鸟岛的洞天伏地 真是笑话 叶爽 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实话 你要是想证实真伪 可随我上阴岛 那里多的是证据 此事对我很重要 嗯 我跟你去 嗯 干嘛 你 你不跟我去妖界了 他们这仗都打完了 这事真真假假 跟我没关系 我是怕阿静这个大笨蛋 别人当枪手 自己都不知道 infused 也挺难看的 现在去做什么 这 等你 把他带得盖也带 我们跳绑 蝸蚣子 你不让人来 我双鸟岛 那如果让人来 而是你就能来 把我带来 那天啊 没人知道 你不开 现在就知道 我有钱 你怎么把殿下最真爱的雀语灯给换下来了 这可是今年七巧雀语仙路上寻得的稀罕物件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雀语灯 雀语灯 那人说那雀语灯 我就跟他对峙 华叔七巧节不是痛症发作了吗 阿英果然没有骗我 还有 一会儿殿下要去后院的凉厅 这次登岛的可都是青木殿下的追求者 嘴巴都放眼些 别让什么人都寻去哪儿 扰了殿下的清景 是 快拿回去挂上 小师叔 我都会被你晃晕了 你这心碎难过的 是因为华叔殿下七夕会赴你的约 却与他人共赏雀桥 还是说他自称闭关养伤 却对你避之不见啊 都不是 我就是 就是心里有点不痛快 当初在梧桐岛 华叔殿下仗一助我 就忍不住想跟他多亲近些 纵然这十年间我一直一厢情愿 但我也从未逼迫过他半分 他若是真有什么难言之隐 为什么不能大方告诉我呢 那些人界广为流传的 情爱话本里说 如果爱上一个人 就会改变自己的处事原则 有些人甚至还会是非不分呢 什么意思 小师叔 你问问你自己 是否会忽略华叔殿下的 欺骗与谎言 做出违背自己本心的事情 如果事事都分得清楚 算得明白的话 那 那就不叫爱 那是什么 你因他仗义直言而心生仰慕 这怎么听都像是恩情啊 恩情 不想了 总而言之 我们这次来就只是贺寿 求亲之事 等我想明白了再说吧 那个 小师叔 我以为你见到华墨仙尊 太紧张了把求亲之事给忘了 我 我就 帮你把那个聘书和聘礼 就先送过去了 什么 你这会儿倒是情怀了 我哪能忘了 我就是觉得这求亲之事 过于仓促 你啊你 我也是为了完成使命嘛 免得回去尸存责备 那现在如何是好啊 稀里糊涂做决定 对华叔也是不负责任 我去求见华叔 跟他道歉 把聘礼要回来 让你帮忙 雪儿 她专家 她是何名的 靖子 我跟她说 离开大师 她是谁 你不必负责任 你们说 后来 人我嫌美 你能够责任 你能够责任 列员 她是吗 您看 谁呢 不 是我 那日 英王写我王兄 我拼死与之决战 荒乱之中 不慎将遮天伞练化 这才战胜了英王 这遮天伞 可是大泽山的护山之宝啊 这也正是我为难之事 古今仙君入岛祝寿 并带来了 炫星奉冠和聘书 我父王有愧于此 便接下了评书 所以古今 也是为了求取你而来 古今仙君对我有恩 可是我却 如今 我唯有嫁给古今仙君 才能弥补我犯校的过错 姝儿 你说的这是什么糊涂话 你为了报恩 为了赎罪 就嫁给古今仙君 这不仅对你我不公平 对他也是不公平的 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不能让父王和白鸟岛 跟着我一起蒙羞 我们此生无缘 叔 这一定不是最好的决定 我不会因此放手的 我十年之年 无限迷局 还因此让阿姨平白受尽委屈 真是荒唐 战书 来回战报 可都清楚 很清楚了 孔雀族隐瞒与英族开战的真正理由 颠倒黑白 还给英族强加罪名 简直令人不耻 更何况 华叔还炼化了遮天伞 伤了我爹 华叔炼化了遮天伞 若不是华叔将遮天伞 炼化成了自己的神器 他又怎么利用 遮天伞的天罡之气 遮天伞是阿靖里的 失踪赠予给他的 珍贵得很 只是借他一用 他怎能炼成自己的神器 华叔这个人实在是过分 古靖他心性善良 定不能被他给骗了 我得想想法子 他心性善良 我看古靖分明就是 满肚子坏水 就算那条曲华叔 那也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接大欢喜喽 古靖要曲华叔 阿姨 要不我陪你去白娘岛吧 把你师兄抢回来 正好 这也是在帮我们英祖 好 好 客不仁怀 现在就出发 走 我来 你看 开门 你们去找找我 你们去找了 老师 我来找找人 你去找找找找医生 医生 你去找他 他这一日 你去找找找的 来 和他一日 谢谢 诸位 今日是本王寿宴 这第一杯酒 我敬各位先有 多谢各位不远万里 来为本王祝寿 各位旌信 这第二杯酒 我要敬古境先军 多谢古境先军当日 相见遮天散之意 就百鸟倒于水火 先尊不必客气 今日是先尊的大寿宴请 倒是古境唐突 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法 古境想拿回借给华叔殿下的半神器 古境先军指的是 古境又是顽劣 曾在梧桐岛 受华叔殿下庇护之恩 感激不尽 事已擅自将遮天散 与炫心凤关 借给华叔殿下抵御英族挑衅 如今白鸟岛危机已除 大泽山门也无意插手各先派斗争 事已想提前拿回炫心凤关 请先尊提了 你 至于遮天散 古境听闻华叔殿下在与英王斗争之中 损失了先令 此此案便赠与殿下 以报当年相助之恩 古境先军高益 本王感激不尽 来啊 将炫心凤关取来 炫心凤关 果真是天界巨布啊 居然拿半神器包恩 手笔也太大了吧 前几日 华叔用遮天散大败英族 仙界皆是怀疑 是大泽山有意比喻孔雀族 今日这古境先军这一出 摆明了是要与白鸟党划清界线 华叔用遮天散大败英族 来 我敬古境先军 蓝风帝兄 请 今日在下颇为赶怀 本军倾心华叔殿下久矣 却溃汉未能为所爱尽心 今日向诸位宣告本军求取之意 只愿华叔知相 无论白鸟岛做出任何回应 蓝风此心都不会变 古境也敬蓝风帝君一辈 蓝风帝君与华叔殿下 郎才女貌 若难诸连闭合 定时仙界一段佳话 多谢古境基言 请 请 请 绝承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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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静 快撤了这天散的结界 放我们进来 快让我们进去 阿静 叶爽 夫妻 他们是我大泽山十美阿英 还有灵狐阿久 还请华叔殿下关掉姐姐 放他们入内 我们大泽山的遮天伞 为何会变成百鸟岛的姐姐 对啊 难不成这把神器 已经被人用内丹炼化 成为了别人血脉相连的法器 虽说我们大泽山是先借巨拨 不过半神的法器 如此珍贵也不过几件 俗话说得好 有借有还 我们借出去的宝物 却变成了别人家的宝物 这如何是好 若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仙界他人有难 谁也敢出手相救啊 阿姨 这遮天伞 我已经送给华叔了 从未有不怀疑说 从此之后 遮天伞与大泽山再无瓜葛 一切功过荣辱 皆归于百鸟岛 你是不是昏头了 就为了向百鸟岛提亲 世尊给的神迹你都不要了 小师傅你别乱说 刚刚你没来的时候 蓝蜂帝君已经当众 向华叔殿下求亲了 蓝蜂帝君 那人干吗 快去道贺 去啊 那就恭喜蓝蜂帝君了 这华叔公主呢 美绝三界 德才兼备 四海皆知 如此甚好 那就 忘蓝蜂帝君和华叔公主 能够配得良偶了 多谢小女君吉言 若是华叔公主 当真答应了我的求取 我自会告知诸位先有 华叔之前的无心之师 还望诸位给我些薄面 就梦要再计较 看来百鸟岛今日 三喜临门哪 蓝蜂帝君 今日燕爽想讨个采刀 想蓝蜂帝君 替我们英族主持个公道 燕爽 你我两族已约定休战十年 这十年只要你们英族 不再来犯 我白鸟岛必定见诺 你不想这两族安宁 还要再来寻衅吗 我英族一直偏居 北海深处 闲少与各位交往 诸位大概不知 从数百年前起 我族就一直有 灵力高深的族人失踪 我几度想上天宫 向帝君陈寝 可我父王不愿打扰帝君 想要自行解决此事 今日正好碰见帝君在此 燕爽才敢上前禀报 我父王大寿 岂容你们再三捣乱 来人 送客 等等 让他说 我父王曾数次带领族人寻找 却没有半点线索 直到数年前 我族二长老失踪 我父王才在无极洞外 寻找一点我族人的灵力 无极洞是孔雀族的属地 我父王曾侵入白鸟岛 恳请孔雀王允许我族人探查 无奈被殿下拒绝 于是 父王和孔雀王便定下战约 言我族人要是能够战胜白鸟岛 便可入洞探查 可这一战 便是百年过去了 可惜了 还是败给了华叔公主手中的 遮天伞 什么 不是说鹰族挑衅孔雀族 是为了争夺北海的 洞天伏地吗 我鹰族一向避世而居 要它那洞天伏地有何用 况且 燕爽今日带来了 当年开战之战帖 足以证明 燕爽所言非虚 恳请孔雀王云我族人入洞探查 这无极洞可是我们白鸟岛的秘境 事关我们白鸟岛的命脉 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趁机行不轨之事啊 事实要族人性命 无极洞一事 我相信鹰王不会信口开河的 请孔雀王打开无极洞吧 请放心 有本君在 绝不会横称势图 那到时候本尊也一同前往 定会给大家一个攻断 也罢 本王 相信帝群的法徒 那本王就破例 让你们去无极洞察探 但仅此一辞 日后鹰族 休想再踏入孔雀族属地半步 谢孔雀王声明大意 你不认识 那本王的寿宴 就不留你们了 且慢 古镜先军 又有何事啊 孔雀王 前段时间两族交战之后 你与鹰王可是签了十年休战之约 没错 古镜建议 十年改为百年 如何 古镜先军 这是孔雀族和鹰族的私事 你大泽山威望再高 也管不到我们北海之上吧 华叔殿下 之前来大泽山接遮天散时 可谓说过这是两族私事 十年之期如此短暂 若是十年之后 两族再起纷争 这鹰族定然不是遮天散的对手 我大泽山本有门规 不会加入任何仙界斗争 但由我私自出界遮天散 而导致鹰族战败 我必须要负责任 还望孔雀王给我一分博命 若本王 不答应 我必须要负责任 若白鸟岛不愿立下这百年之约 十年之后 两族再有纷争 我大泽山定会为了鹰族拔剑而战 约翁 天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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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鸟岛本就无心开战 十年也好 百年也好 对本王来说 又有什么区别呢 本王只是 不习惯别人替白鸟岛做主 仙界的安宁高于一切 好 那本王就答应你 百年之内 北海之上再无纷争 帝君和各位先有 为本王作证 本王一诺千金 绝不反悔 孔雀王莫冠 方才恕普京渐远 好了 好了 既然大家都说开了 咱们就禁殿入席吧 家师刚刚飞升 山门内俗事繁多 古静不再掏扰了 先行告辞 我送 好吧 到时没看出来你还挺厉害 正常发挥罢了 今日多谢你们为我英族仗义之言 事不宜迟 我先行告辞回禀家父 他招若有需要 可以用死营眼石来召唤我 我就会马上出现 那要我这个营眼石找你喝酒 你可会来 当然 阿九 方才多谢你回顾我 我可不是为了帮你啊 我只是看不惯 他们那么嚣张罢了 那你 你不是要回禀你阴亡吗 我送 好吧 害羞什么 我怎么可能害羞啊 走吧 诸位先君请留步 古静先君 我家殿下请您庭内一叙 你们找个地方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来 你们找个地方等我一会儿 若是不乐意 刚才就让他别去嘛 我哪有不乐意 古静先君 请坐 坐就不必了 殿下有话直说 阿静 当初在大则山 我并非有意欺骗 我父王当年确实是伤于鹰王之手 自此内担受损 要不是情况危急 我也不会像你 殿下 武静曾恋慕殿下 但并非愚蠢 有些话说一次便苟再说 便是过了 你这是何意 鹰族 只是为了静无极动探查族人失踪之谜 即便当初你输鹰王之手 对于白鸟岛并无半分危害 不是吗 若是我输了 那仙界各门 都会以为我白鸟岛软弱可欺 此后谁都会来踩上计较 所以 为了白鸟岛可以傲视北海 你便将我的相助之心踩在脚底 故意练化了遮天伞了 我没有故意练化 若不是与鹰王交战 危在旦夕 我如何会练化你的遮天伞 华叔殿下 遮天伞乃是我世尊的半神器 旁人或许不知 但师尊为了护我周全 已将遮天伞与大则山的秘境相连 即便是半神想要练化他 也非半月之宫而不可谓 在于你与鹰王短暂的 一期半刻交战时间中 想要练化他 根本不可能 既然你全都知道 那为何还愿意在众仙面前 将遮天伞赠予我 为何不直接揭穿我的谎言 因为纵然你说的所有话 都是谎言 但至少有一句是真的 孔雀王先例毁损 你一件女君 担起全族的责任 撑起这偌大的白鸟党 实属不易 我没有强行收回遮天伞 是因为至少这句话 你没有骗我 殿下 相识一场 当初的维护之恩古今铭记于心 但以后的路 古今只能帮到这里了 古今祝殿下与蓝丰帝君情色和鸣 日后先路悠长 散界广貌 古今只愿与殿下再无交集 保重 殿下 本以为那个古今对您忠心耿耿 作然是知道您要嫁给蓝丰帝君 也依然将遮天伞送给您 但凡他心中存着这份眷恋 日后也还能去世得动 可都怪那个叫阿英的不好 搅了局 还害得我们白鸟 倒在众仙面前施了颜面 那个阿英实在碍眼 本公主不要的人 也不能随便便便宜了旁人 尤其是不能与英族站在一处 他昨夜没来赴你的约 并不是痛症发作 而是他约了 他约了别人 什么约了别人 别乱来 什么叫我乱来 我真的看到了 你不相信我 想来我对华叔 只是少年时的爱慕吧 而我对阿英 真的是看到他开心我便开心 见到他难过 我也会难过 这到底算什么呢 糟了 阿静定是还要念想 被我们这么一闹 在众仙面前让华叔下不了台 倒是断了阿静的后路了 阿静 怎么了 对不起 在你还没准备好 我们就让你这样知道真相 丢了面子 真的对不起 什么 我拿你 是我让阿英和艳爽去的 你要怪 就怪我吧 你说这干吗 阿英与阿九 莫不是 我怪你们做什么 瞧你那不开心的样 那我补偿你吧 神明不是和我们说 幽冥界有可无通数吗 我知道一个 不用上军资质 也可以进入幽冥界的办法 什么办法 在人界的长安 有一条可以直通幽冥界的暗道 虽然有规定 上三界不可随意进入人界 但只要我们不使用法术 影响人间 就不会遭受天前了 当真 去 你爱信不信 反正欠凤凤凰那一命的 又不是我 也算是个法子 我们试试 轻易 你先回去 把寿宴的事情禀报给师兄 我们去去就回 好 不带我 好吧 好 好顺艳的姐妹啊 你闻到了吗 什么 很臭的味道 拿着 这什么 此物正是进入幽冥界的关键 什么意思 牛粪 快拿着 一人一个 这些乌鸦的眼睛 好诡异啊 他们眼睛里都是人间的噩梦 什么意思 幽冥界每夜派这群乌鸦 来人界收集最古步的噩梦 再用牛车运回幽冥界作为能量 因此他们有来往人界和幽冥界的专属通道 不会被察觉 极其隐蔽 八九 你真的很厉害 这些都知道 这算什么 我知道的事可多了 你要想听 我以后慢慢讲给你 还有别的 来了来了 我也知道很多 快点 我的妈妈 我以后 什么事 我就在你 因为我 还在乱 我给你 我的妈妈 我给你 有 你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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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 嘘 糟了 阿茵这丫头 定是又胡思乱想 出发主不及惩戒了 没事吧 阿茵 快进入结界了 坐稳 没怎么回出来 2 2 3 2 3 阿嬌 阿嬌 办法是好办法 就是味道太大了 没办法嘛 只能用牛粪的气味迷惑牛了 进来就好 这幽冥界竟然长这个样子 我还以为幽冥界都是阴森森的 没想到还挺不一样的 这幽冥界甚难进入 要进入幽冥界的条件又如此苛刻 书晚年间很少有外人可以踏足 这传闻自然也就不识了 从这里过去 应该就是幽冥王的宫殿 走吧 走 走 凤隐线线就在里面 三卫请指部 在下大则山古镜 特来拜见用灭王陛下 烦请通报 原来是古镜先君 实在不凑巧 陛下今日不见客 今日不见客 好 那我们明日再来 古镜先君 陛下明日也不见客 为何明日也不见客 莫不是有意刁难 先君莫怪 这中灵宫有中灵宫的规矩 陛下每月一日见客 末将也不好坏了陛下的规矩 每月初一 今日初二 你让我们在这儿等一个月 三卫若是真的想见游民王 其实也不难 但是要先去那个地方 只要三卫出得起价格 不出两日 就能见到游民王了 看三卫风尘仆仆的模样 想必是初来又敏捷了 我问你个事啊 你们修研楼的令牌 如何卖的 开个价 我们要最快见到游民王的那种 开个价 它很有钱的 请 一等令牌一千斤或千年领悟 二等令牌五百斤或五百年领悟 三等令牌三百斤或三百年领悟 您先买了令牌 依据令牌等级在我这里排个号 只有这三种令牌 小阳姐你可别骗我们啊 中灵宫的幽军侍卫可跟我们说了 这两日就能见到游民王的 这两日就能见到游民王的 只有这三个 小女君您说得没错 咱们楼里还有种特等令牌 只要拿了那令牌 即刻便可入中灵宫 敬见游民王 可是这令牌只在楼主手中 驾马也只有楼主来开 三千年了咱们修研楼 还只拿出个两块特等令牌 一块是用十颗万年九头蛇的内丹而还 一块是用一株万年梧桐树而还 这可都是千年难求的好东西呢 万年梧桐 中灵宫内果真有梧桐树 楼主在何处 我们有的是钱财 你只管把特等令牌拿来 我们的钱不足一百斤 那你刚才嘚瑟什么 我 我 我没想到这么贵啊 好一个修研楼主 倘若你真有那随时可进 中灵宫的令牌 倒也算得上是 幽冥界的无冕珠王 既然都来了 不如亲自给这特等令牌 开个架吗 不愧是东华的徒弟 这话说的就是硬气 不愧是东华的徒弟 可你到底是来求人的 还是来砸场子的 还是来砸场子的 不愧是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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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东西